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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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费尔南多利用自己的速度 本来费尔南多想要一个原地球 腾心里一顿 马上他就明白是想要他什么了 想要他赶紧跑身后 关键最后这一脚打的也刁 等到时刻在大范围奔跑过来想封堵 躲在两个巴西人的身后 2比2 绿巨人我们熟悉的绿巨人又回来了 来看这球 突然横走 哇 这球速来得太快 说明镜与点栏目 一点反应都来不及 好的直船找到中圈湖里 我们看 逢进一对一 选择了自己射门 严峻林奋力把球扑出去 小摩托菲尔南多想补射 但是身高腿长稍嫌不足 没打上 回防的中锋27号卡尔德克是拉刃犯规 请思维252次 阿特别 同样也是横走中路 在圈顶右脚来了一记低射 阿特里安 球传得很准 哇 严峻林犯错了 严峻林失误 严峻林失误 中庭斯文真有绝瑕 新上场的年轻小将 迪利摩拉提 贴着底线的一条船中 严峻林 不可思议的把球铺进了自家的球门 结果后门柱啊 没有自己赢吧 这样没有时间了 出台判 马力的哨音响起 中兴思维队在中超联赛的历史当中 第一次 第一次战胜了